我们现在是接到了万寿路街道差不多有十多只宠物需要转用 对猫狗猫河狗 因为还说到一些异宠 但具体没说多少数量 您放心我们已经所有的东西准备好就在马铃那赶 您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有同事到了以后就能接管 都很着急 都要解决 一个要面临处理主任 还要面临社区的聚会的 还要面临我们同事之间的这种共通专运 其实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协调 还需要安抚他们的这种情绪 这种是它的凉 它有凉 一天两顿 一天两顿 完了呢每顿10克到15克左右 这个是它的凉 所以虽然看是闭环关 比如我们转用的是一拨人 到了我们单独的医院以后 我们接进去后 我们的内部人员是不出来的 24小时跟我们的监管的宠物在一起 可以可以 小妹妹小爱 我们17只里头有3只是狗 还有其余的13只是猫 以及我们一个很特殊的小乌龟 用17只动物 然后现在我要整理一下他们的文书 然后给他们建群 把这些家长们都联系到 让他们放心 我们的动物已经送到了 那么实行这个闭环转用 当初我们想的是 首先是在确保私生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一个科学转用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个封控区 转出来重用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到自我防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制定了一套流程 你比如说我们说 消毒啊怎么来防护啊 日常怎么来思慰 那他的这段生活垃圾怎么来处理 等等一些的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协调 然后上面去把这个闭环转运的这个方法给制定出来 制定出来 然后找很多的这种专业的机构 找很多很多的机构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为三百多位多只宠物进行了闭环的转运 安置到了我们的这些会员的单位 进行这个闭环的隔离的住院 盘虎治疗 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文明 就我们不但能够管好我们自己的人 照顾好我们的人 我们还能照顾我们身边的宠物 小动物 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事情 我首先呼吁这个宠物主任 在遇到当下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要过度的去紧张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提倡的是什么呢 如果宠物和人都在只是居家办公 你不用去转运你的宠物 为什么呢 我认为宠物和您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非必要的情况下说 得咱们需要隔离 但面临到宠物没人照顾的情况下 您再来给我们打电话 寻求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